今晚头条先来带您关心 被国际媒体称为空气末日的北京埋害 在昨天中国北京、天津以及河北、河南等地发布了大物预警 有多条高速公路封闭 部分机场的航班延误 医院也出现了大量的呼吸道感染患者 而值得注意的是 这些地区的雾霾当中 已经被确切的检验出 含有大量可能形成剧毒的含氮有机化合物 北京京华时报报道 当地部分地区能见度不足500公尺 空气质量为中度或重度污染 气象台预测雾霾天气将持续数日 并提醒有关地区居民 如果需要外出要注意防护措施 从1月份以来 中国多地出现大面积雾霾天气 其中北京、天津和河北的雾霾 被检验出含有大量含氮有机颗粒物 经过紫外线照射后 将形成具刺激性的有毒光化学烟物 中国青年报根据中国科学院 最新公布的研究结果报道显示 这些含氮有机颗粒物主要有四种 氧化型有机颗粒物主要来自于北京周边 油渊型有机物主要来自局地烹饪源排放 氮负籍有机物一种化学产物 氢类有机颗粒物主要来自于汽车尾气和燃煤 其中氧化型有机颗粒物在整个污染过程所占比例最大为44% 其他三种分别占21% 17%和18% 严重雾霾天气一度导致北京航班取消道路封闭 北京东部一家医院在短短一个月内 收治900多名呼吸道感染的儿童 天津金兵高速公路甚至发生40多辆汽车追撞事故 新唐人记者白兰叶文化综合报道